當然要講一下 首先我講一下威威小食的故事 有些人聽過 有些人未聽過 我要釐清一下 我跟威威小食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商業關係 譬如說他會給廣告費 為什麼這樣也不收 沒什麼可以解的 當然在日後我會不會 其他商戶這麼好死 也未必會 或者日後如果威威小食要有定期廣告 我又會不會收呢? 我又會像積色 以我的性格 因為我的商業模式 威威小食這個故事 尤其我知道他現在的近況之後 我更加一定要幫幫他 首先我認為他是好吃的 阿冬你有沒有吃過 當然有 其實我們每次在餐廳吃 就已經折扣了普朗多 沒有辦法 當然要趁熱吃 有時候阿精做直播也有些網友 買回來的 但是墨魚比較可以接近現場水準 因為它是冷吃的 那深海八爪魚 基本上那個就是招牌 那一位小食跟我阿傑完 我之前講過的 接著我們講到十三會 其實就是去年 我忘記了幾個月 我想年尾就給我一個訊息 寫了很久 阿正又認識他的老闆 其實他老闆是很內斂的 那些人說的那些說話都不說 那就是純粹是一個網友 一個已經走到絕路 那裡大家如果去過 這麼小的店 在那時候 都是說十幾萬 那一點都不詫異 我們要那些位置 他從街上等打仗 就是 好了 有WhatsApp我 說他走到絕路 想著又走 又走不到 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其實是我剩下的 他沒有Request我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一看這些文章 因為我經歷過 那些進退維谷 或者現在有些網友 在這個階段裡面 就頂不了下去 但是不做又不知道做什麼 就像我們香港人這樣 又或者那些夥伙計又怎樣 我的手藝就在這一盤 那怎樣呢 那我第二天回覆他 後來他跟我說 他根本沒有期待過我會回覆他 那我說 我回覆他的意思 我下來 我看看可不可以 比如跟你拍一些片 看看能不能幫到你手 但是最主要是他的東西 毫無食事 這是我的唯一要求 這樣下去 我不能夠說他驚為天人 但是他差不多全部小食 都合乎 我們小時候吃的街邊小食的水準 而深海八爪魚 又或者那幾個油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又或者那些炸餃子 還有牛雜蘿蔔 還有魚蛋 要講講講都好多 基本上是超最準的 超最準的 蘿蔔很棒 蘿蔔真的很棒 那天我說 你拿些東西來我給你拍照 因為他之前發的那些相片給我 真的完全不行 對不起 我們看到剛才 於是我們叫他拿些東西來 我說我有七八個人在這裡 你今天預算他們 我們就要吃 不要這麼孤寒 我都可以吃飯 然後又要拍照 那你預算你的份量 真是的 結果他拿了我 有六十人份量 你完全吃不到 幸好 因為他們都很樂意 又半被迫 全部被我帶回家 我想十三位徒仔 起碼要吃四天牛雜米 他說煮了米粉 放些下去很好吃 我說很好吃 很好吃 我說回去吃 他起碼要餐餐 早晚三餐吃 吃四天 才可以解決 只是那些那麼大隻的雞腿 生炸雞腿 他拿了四隻 你怎麼這麼大隻的臉 他炸雞腿好吃 好吃 OK 好了 鴿仔麵又好吃 然後是怎樣 然後 他又 我忘記了 整個數字 五天 賣三斤 一斤 的八爪魚 在我們宣傳之後 大家的網友給面 是一天賣四十斤 然後 就一直 我們跟他出了片 那幾個月之後 他不單止收支平衡 賺到錢 還追回六七八九十 那幾個月 因為去年六月開始的運動 所有虧的錢 首先證明廣告是很有效的 但到現在 又到了絕路 其實 為什麼要幫他 因為他去年說要續約 我說你想清楚 你不要想著這樣會 long last 下去 你續約是很危險的 環境 但是 他續約後 後來他跟我說 原來他的業主也很好 是減得 我來講 我不會說別人的想業秘密 是 真是好 如果給我 我馬上會做 給我的 價錢 他就去做 然後 他們現在處於什麼困難呢 他有三個夥計 全部一毫子沒有減過人工 三個夥計 是七百萬元人工 因為由早到晚 又要煮東西 但是他自己的糧 就沒有 那你不能撐 他就先撐住 否則也沒有辦法 因為已經好過整條街了 那我就覺得很簡單 於是我說 好吧 這樣吧 不如我和你拍些東西 拍些東西 其實我是想著這樣 現在我還未拉大隊下去 我是想著 會拍一個威威 我們去現場 我們說過一年了 林匡正武的一年都差不多了 嗯 你就自己下去了 我也下去了 但是我們一起下去 跟整班 去吃東西 那是一個特質 還有四海 是 還有十三位 還有叫多點女兒 OK 但是其實你知不知道 現在很好笑 燈打世界的傳說就是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突然這麼厲害 因為旁邊的那些 全部死了 是 好笑 好了 其實我每次下去 很好笑 我站一會也好 都會有人過來跟我打招呼 因為那把酒魚的確是好吃的 好了 我們本來是想著拍一個特輯 然後做一個廣告片 廣告片 甚至乎是 少於一分鐘 一分鐘 就是在我們中間播放 那天我們這麼小鏡 其實就是剛才拍那個 真的想著我們唱歌 那怎麼辦呢 然後我說 十三妹 其實我沒有想過給她們搞的 因為十三妹也沒有跟我說錢 我說不如這樣 你們給我剪吧 在我跟她說 叫她給我剪 是十二個小時之內 就剪了她剛才的片 她剛才的聲音 她沒有怎麼搞的 她是昨晚才問我想怎樣搞 好嗎 我的材料只有這麼多 最後我看到有些 開頭的時候有些在現場的片 就是那些片 我懷疑十三妹 昨天聽我說 她是馬上飛出去 去拍 要不然去哪裏拿到這些 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 因為我們之前只是在Studio裡面 那我剪這條片出來 老實說 多不過不失 算幾號 她不是一個業餘的人 好 那這個十三 自己剪 我叔叔看進了她的肥歷展 其實我叫肥歷展 肥歷展 肥歷展 然後肥歷展跟我說了一些方法 然後我跟十三妹說一下 我想想想 如果不是這樣 我覺得十三妹通過了我考驗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我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當然我有些原因 其實我是想做一些廣告 是一些刺氧 這條我們會再去收拾 慢慢慢慢 就會改變我們現在的廣告 我當然會收錢 但是廣告是用來做什麼 第一是很廉價的 甚至乎 我覺得是幾百元 一個月 跟你播放 但是製作上 我可以讓一些製作公司做 製作公司可以賺少許錢 頂上雞頭也好 你可以找我 其實我不是想找你 真慘 其實我找誰 不要緊 但是 為什麼呢 首先 我是希望 就是 那個店是能夠提供的 所以我為什麼想找你呢 他能夠提供的可能是幾千元 一萬元 這條路 這條路 我也是 這條路 我不是 你給我說 我是不會想的 我就做了 為什麼呢 你要做出來 你才知道他會發酵 怎樣發酵 你不做 你會想到怎樣 喂 諸葛一身為謹慎 想到天亮 所以我就做了出來 似乎十三位 剛才我很嚴重地說 一件事 十二個小時 他昨晚跟我通電話 你想要怎麼剪 他只有這麼多東西 我給他一些什麼 那張照片 還有我們 行行行 但是 一開始的索尾都沒有 威威 我覺得威威我值得幫他 十三妹 當然我也值得幫他 但是 我們要再收拾這條片 大家要幫到他們 很簡單 去燈打市街 其實如果你們不知道 燈打市街在哪裡 就沒有辦法 加到對面 又或者 我們選了一天 我吹雞 我說什麼時候 哪天 我跟林匡正會下去 找一晚 找一些女兒 當然要找瑤瑤 找波哥 然後 阿芳哥 阿芳哥 對 然後網友一起下去 你們就直接去戴龍鳳 打爆他 不過我反而拍不到 那麼多人就拍不到 老實說 都導演假定 當然要導演 那我就在這裡 老實說 其實 是一個人 你下去 就算每個人都試一顆 都很難的 認不完 其實老實說 我們沒有怎麼拍出來 他的格仔餅夾雪糕做得不錯 格仔餅很棒 是的 做得不錯 雖然他說那些普通東西 他的臭豆腐 他自誇 是全旺角區最好的 比水渠道那家更好 他這樣說 這個臭豆腐的而是好吃的 大家 要支持威威小食 支持十三妹 支持啤梨頻道 首先 就來燈打市街 H&M對面 正 威威小食 特別是 一定要試 其實是貴貴的 那個霸酒魚 深海霸酒魚 大新鮮 對 真的蠻有所值 真的蠻有所值 OK 好了 至於你說 你可不可以參與 或者有什麼辦法 沒有問題的 但是要走我的心態 就是很簡單